第126章 哪个女人 范健望着她的双眼 说到说 这个是我的梳法 何尚不是你的问题 如果不是你发脾气不回来 也都不至于 竟里面会有这些风波 陈萍萍冷冷地说 如果你的儿子就这样死了 还需要你我如此用心 一阵沉默之后 范健开口说 就在这件事里面 我付出的代价 远比你大 所以 如果两边都没办法抉择的时候 我希望你尊重我的意见 陈萍萍想了一想 然后往往 然后往往又会因为 同样这两个词分开 就是等某一日 某一个机缘巧合的机会 再次行在一起 王城之下 进入某一种问题之中的时候 他就会叫那些抬着自己的轿 绕着工场打转 有些人说他在心炎的安静环境里面思考问题 而那些鄙视宰的人 就认为这种怪癖 说明了他对权力的某种病态的狂热 兴历二年 南方大江发了洪水 宰相大人 就叫人抬着轿 绕着工场 转了很多圈 第二天 他就上了一道周折 详细地技术了 赈灾和救灾 一认事学的分工和流程 条理清晰 而且有力 而在最关键的钱银用道之上 就有一些欠得足金欠走 互报有些独力难知 刚好这个时候 内夫就有几笔 大的海外贸易银两入账 险之又险地 为宰相的计划提供了保障 陛下亦都龙岩大月 西人尚到 宰相是奸相 看他的府邸就知道 宰相亦都是能相 看这个天下就知道 但是不管是奸相 还是能相 其实在某些特定的时候 他也会回归到最原始的角色 比如是父亲 今天宰相要求工场逛叫 没有人敢过来打扰 正正就是因为大家都知道 他的耳朵死了 大人的心情不好 夜色漸漸地深了 宫里边点起了红烛灯笼 隐隐约约的黄色灯光 从高厂之上慢了过来 但是工场的这一面 依然是七客一片 那堂轿 慢慢地行到工场 某一些僻静的角落 迎面远远地 有一个灯笼 躺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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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躺 走到近一些 才看到原来也是一堂轿 这两堂轿同时停下来 轿夫很小心地放下前轿 就像范健和陈平平见面那时一样 笑无声色地退到远处 轿头自然倾钱 坐在里边的人 应该会很不舒服才对 但是很奇怪 无论是宰相 还是那个轿里边的人 并没有出来相见 所以轿头相对而拜 好像两个朋友 曾看着拱手作语 又好像一对新人 在洞房之前参拜天地 弱抱 不要太过伤心了 对面个堂轿里边 终于响起了柔弱的声音 竟然是长公主 亲自出了宫 见这一位 很多年前的情人 听着这个熟悉的声音 妻娘起身 她说到话 你主神之别 在离我而人之间 怎么可以提起的呢 为什么你今天说话 这么生疏的 宰相大人 在上大人在轿里边 传出一阵冷笑 哈哈哈哈 公主殿下 若抱无能 但是就不想成为 公主殿下 手里边 随意游烈的面团 另一堂轿一边 沉默了下来 似乎想不出对方 会说出这么伤人的说话 停了很久之后 才很清楚地认到说 若抱 你敢是何意 拱儿虽然不是我的孩儿 但逢年过节 我总是令人送礼至府上 我都和你一样痛苦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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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堂堂公主之尊 莫非就要成为你的出气筒 算了算了 今天你心情不好 还是先不要说了 林若抱忽然之间 林若一声 他说到说 今天与长公主相见 就是要和公主说 十月份神仪的婚事 我已经允许了 工场之外一片黑暗 之后放向长公主脚隔离的 那个灯笼散发着光芒 长久的沉默足以证实 桥里面那个看起来温柔的女子 这个事后心里面是多么震惊 听到这番说话之后 又是多么愤怒 过了很久之后 长公主的一把 好像寒风一样的声音 透过桥链传了出来 那个是我的女儿 我不会让她嫁给范贤那个小杂众 长公主 无论在宫中还是在宫外 一直都被人一种有约不堪的样子 谁知道这个时候她说的 会这么难离 你熬得过陛下吗 林若普巴声似乎有一丝自责 一丝又远 她继续说到说 更何况 陛下要天下人都知道 神怡是我的女儿 这样就决定了 她只可以是一个 不点光彩的角色 将公主的声音 马上变成非常之凄美 你真是忍心 林若普现在听见对方的声音 似乎觉得十分之嘔心 她很厌恶地说到说 公主 如果是担心内父的事 那如今 已经不是我考虑范围之中了 第127章 林若普 将公主把声有点震地说到说 你不考虑 谁去考虑呀 我一个辅导人家 独处公中 这几年 难道我容易吗 要入边的林若普 面上边增护知识大作 她说 我有一个女儿 但是就终年不得所见 只是向公廷大宴之上 偶然可以圆圆地望上一眼 做父亲 做成我这样的样 难道我容易吗 庄公主 林若普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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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惨死在眼前 这个 这个 哪里是我的前途 哪里是我想要的东西 这些 这些 这些都只是你想要的权力 你不甘心 架一个永世都不可以出头的驸马 岸岸 稳稳地过了下半世把 莫非我还是因为这些 而多谢你 长公主听见这些说话之后 心头大怒 她尖声地哭马刀话 林若普 事已至此 你就来说这些混乡的话 如果你真的不甘心 当年调你入刀察院 任及时钟的时候 你为什么不说话 让你入汉林苑的时候 你为什么不难过 为你求利利布侍郎实职的时候 你为什么不自责 步步高升的时候 你不记住我的好 如今稍有不信 就将所有的怒气发示在我身上 好好的 瑞儿 听着长公主的声音越来越高 林若普的声音反而安静了下来 说的话也无比原毒 我宁愿你是这样一个潑负 也不希望你永远都是那个爱爱恋恋的样子 你知不知道 这样的话 好恶心啊 掌公主也说不出声 关于神仪的婚事 我决定了 我观察过凡贤 不理她是怎样的人 但是至少是一个不容易死的人 我不希望我的女儿贬食一个寡妇 好 掌公主同情道说 你今天是不是猛了 拱而才被谋害 你就急着拉拢范家 难道你真的信陈平平那条老狗说的吗 四顺剑何等身份的人 有什么可能来惊成杀人 说不定犯贱就是幕后的主使呢 能若抱冷冷地说 死的是我的儿子 你以为我没去看他的最后一面吗 那些伤痕是掩饰不了的 四股剑的剑意 凌厉但是有随性 就算我认错了 我府上的各位都不会认错 见港放不到对方 将公主的语气也放软了 她哀求道说 不如你再等我查一下 就算你不联系我 但也不要让神仪嫁入范家 一会儿沉默之后 林若抱终于开声说 五百安向我提议刺杀犯贤的计划 我没有同意 没有想到他竟然降幼了 我个这么蠢的公义 将公主沉默了下来 知道已经很难令到对方相信 自己和这件事没有任何关系 林若抱的声音寒冷到 似乎要将夜风之中摇摆的铁链都冻住 五百安是你的人 我一直都知道他是你的人 他是你用来监视我的 但是我没有想到 但是我没有想到 我个儿子会因为你而死 所以 所以 到此为止了 夜风暂起妖黄城 清窍一台 缓缓地遁入黑暗之中 一只灯笼 颓挥无力地倒向另一个孤独的轎旁 轎内 在一边隐隐约似传来 女志哭泣的声音 太监胆战心惊地上前 宫女在旁边打着灯笼 一行人慢慢地 沿着皇城的肛门入宫而行 那堂桥走了很久之后 时时来到张公主站住的港顺宫 桥脸一显 满面泪痕的那场公主 从桥上走下来 几个太监和宫女 趕快躲起头 不敢抬头去看 张公主软弱无力地走上石阶 终于抹干净面上的眼泪水 她忽然之间怯然一笑 就像雨后的阳柳一样 展现着清清的身枝 她冷冷地说 都杀了 素到清光乍燕 几名太监都还未来得切求妖 就被长公主的贴身宫女 用袖中的短刀割喉而死 夜店之内 尸首倒地 发出了轻微的几声声响 在上府并不是京都里面最大的屋 但是就是最富贵的一间屋 无论是正王 还是很富贵的田宁侯家 都比不上上府 上府的正门和装饰 看上去并不是富贵 但是真正董行的人 一眼就看出 府里面的摆设 都已经是脸去封画 就是剩下的高级东西 随便几张椅 估计都可以自换成 正王家的那一片大苗圃 当然 我们这里做的比较 自然就是把皇帝陛下的那间屋 剔除了出去 他老人家的那一家屋 叫做皇宫 那样东西 谁敢去比 林若铺 他可以在短短的二十几年间 连取到这么多的财富 世人皆知其贪其奸 奈何陛下 也都是一只眼开一只眼闭 当成没有看到那样 也真是令到人很糊涂的事 第128章 大宝 走到去前厅 和那些前来威敏的文官打了个招呼 林若铺的面色 有点突然地走入了内宅 那班官员知道 宰相大人的心情低落 也都不便打扰 所以也纷纷告辞 只有几个有紧急公务的官员 手足无措地在那等 林若铺似乎想起他们 走了回来 问了一下发生了什么事 强打精神地处理完手斗上的东西 才有气无力地挥了挥手 叫他们走 这些官员离开上府的时候 又是致责又是感慨莫名 在上 遭遇这样的惨禍 竟然可以以公事为先 实在是一位非常低调的国资同僚 来到内宅 入了书房之后 林若铺坐在那里 很久没有出声 大人 这次跟东宫反了面 似乎不是那么合适 在上最亲近的朋友 亦都是最秘密的谋士 圆宏都和他倒了一杯茶 圆宏都今天穿着一身素服 他带着林若铺强打精神 也不由得心里边一暗 他说到说 好了 我们先不讲这些先 大人 如果你累的话 先回去歇息先 林若铺拎了下头 皱纹里边 全部都是浓浓的右手 他小小声说 事已至此了 为了这个满府的指责 还有临时俗人 我 怎么都要筹划一个路数 圆宏都 皱线眉头 又听着宰相游静道话 我向朝中太耐了 不知道得罪几多人 而室下只有两子一女 原本还只以共义 可以能够成起 没想到造此黄祸 如今 只是得回大埔和神仪 怎样都要为他们安排一下 才是妥当的 不过 不过 你确认是四股剑落的手 圆宏都说了下头 是啊 林药浩 心急有口冷气 有些时候 发现手里面的权力 并不可以换得了什么 但是既然范家和监察院 暗中通了这么多烈气 我想 如果加上老夫 他们应该也不会拒绝 袁宏都还没消耗 好 范侍郎 凭借着和殿下的这份情分 一力促成这门分事的话 看来是对老大人你 一早已经有所期盼 林药浩 微笑着说 那些日子呢 我要趁眼看一下 那个叫范侠的 看一下他究竟 配不配上我的女儿 袁宏都又说到话 那 长公主那边 明明就知道 宰上的耳朵 并非正常的死亡 同长公主的计划 有不可以推卸的责任 虽然袁宏都 也都很小心翼翼地 提到了他的名字 李云瑞 叫吴百安 筹划的暗杀 乃是一句三德之计 杀死范贤 他就可以重夺内父自权 讲欲公义 他就可以以此为成 将我上腹 牢牢地绑在他的身上 只是他也都没想到 范贤 并不是那么好杀 而吴百安这个贱狗 竟然 和我那个儿子 死了 不过 他依然还有最重要的一环 就是他选准了陛下的心思 当初就算情据鼠一行 可以逃出京都 只怕也都会被他假存我的命令 叫放幼在仓州杀死 以此坐实不齐杀人 袁宏都周十眉头说 原来 掌公主是看对了 殿下想要大动刀兵 林药普顶了下头 他说道 陛下当年不乏 未敬全功 一只也都耿耿于坏 将公主如今 送他一个这么好的借口 就算陛下不喜欢他自作主张 也都要承他这份情 只不过 当年和约之事太过复杂 陛下这一次 也都只可以抢几个小角 给北辰一些颜色提一下 袁宏都叹识到话 唉 掌公主自计惊人 实在难以对付 林药普慢慢闭上眼 他说到话 我从来都没想过 要对付他 唉 留给那晚辈去做吧 是的大人 正在这个时候 书房外面传来一阵吵骂声音 这个时候深夜 不知道何人竟然敢如此喧哗 但是看到宰相 和圆魂道的神情 都很明显地知道 外面是谁 门被推开了 一个二十多岁的大肥仔 行出入来 后面几个老摩摩 和那些下人 居然也没有拉得住 他们马上站在书房外面 向宰相请罪 上夫的规矩 上夫的规矩很严 未经上爷找他 谁如果狮子入书房的话 这样是会被严处的 林药普挥了挥手 事已知道了 然后又满面威油 看着那个大肥仔 轻声道说 大宝 干嘛又不乖了 这个叫做大宝的肥仔 眉宇之间很阔 两只眼有点呆呆的 看着 似乎脑部发育 有点问题 但是听到林药普的说话 就马上安静下来 害羞地说到说 大宝好乖的 似乎弟弟从未回来 这个是林药普的大子 小时候病过一场 结果就变成这样的样子 一直只有三四岁的智商 所以很少出门 京都的众人 也都很同情相夫的遭遇 也都没怎么提这件事 大宝平时都是和林拱 并极为之亲近 结果两天都没见过自己的弟弟 所以也变得烦躁起身 林药普心里边一紧 好像搞疼起身 他掩住胸口 等了很久之后 才很温柔地劝说 二宝出了门 过几天就回来了 大宝乖啊 回去睡吧 大宝终于安静了下来 面上边有一些 甘口的笑容 被那群老妈子拖去后院睡觉呢 一阵沉默之后 林药普冷冷地说 我只有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 大宝又是这样的样子 元兄啊 你说我应该怎么算好啊 第一百二十九章 夏子 小姐的话 也不是那么方便 林药普拖了下头 话语里面 带出一阵寒意 只要他从性犯 看到幕后边天下大势图 开始就实眉头 没出声 木光 木光偶然数过东移城的方向 但是更加多的都依然是停留 然后向兴郭的北方 兴郭和北齐之间 那些错中复杂的小诸侯国 很久之后 林药普走着眉头说 等马上拿出个方案来 虽然不见得是一场大战 上方也有可能会直接接触 但是北方诸棍 要向那些小国运梁运马 就必须要提前做好准备 袁宏导认了一声 然后就听着宰相大人 开始咳了起身 咳得很急 似乎眼角也飘出了眼水 宰相在地图面前 扶手而立 丑实眉头地向着策画 丑似他今天 并没有失去一个亲生子 袁宏导看着他的背影 心里弹在后气 略微有点感动 也有点怯构 想到林药普这一生 虽然大夫大归 但没有哪一日是开心的日子 真可谓是一见公主 无中生 所有的事情都集中发生在一日的时间里面 没人知道这些暗流之下的交易 又或者是争吵意味着什么 仙男伯范健 和陈平平会面 宰相大人 和长公主私下会面 朝廷相下知道这两件事的人 不会超过范贤的十只手指 所以范贤不知道自己的将来 已经被安排到一条黄金的大道之上 如果他入京之后 这几个月就好像黎明之前的黑暗 浓黑如愁的蜜汁 掩住他的五官 令到他觉得很大压力 没办法放松 但是之后的这些日子 就好像忽然之间 天神捧了一盘清水过来 在他的面上一淋 马上就令到他 无比清爽自在 也令到他无比清醒 这几天里面 他一直都在催眠自己 以后的死跟自己一点关系都没有 唯有是这样 他才可以面对 自己这个时候最难面对的林婉宜 林婉宜自从知道自己的二哥死了之后 精神也有点低沉 虽然这一对兄妹并没有见过几面 但是骨肉相连 怎样都有点难过 范贤将这些事情看向眼里 心里也不好受 虽然那位二口爷 是想杀自己的幕后兇手 他有时候也觉得自己有点冷血的病态 因为如果在淡洲那时 听说过京都里面的法师死了的话 或者自己也都不会有一丝一毫的难过 当然了 现在的情况也不一样 柳士似乎默认了目前的局面 京都柳家也都闻出一些非常不尋常的气息 给了柳士足够的信息 移工参考 所以柳士也都特别安分 也都不再阻止范思切跟着范贤 在京都里面周围惯 最令范贤心安的就是 似乎没有人怀疑 宰上佳义公子的死亡 和自己有关 包括宰上大人在内 其实这些事 是他和郑王有一些多虑 当日吴白安和林拱 躲得这么隐蔽 连监察院一时之间也都查不出来 那里除了天下四大宗师之外 还有谁可以找到 只要没有人知道 范贤和五足的关系 就没有人知道 范贤会和林拱之死有关 更加出乎范贤意料的就是 经过多重的传话 隐约收到上府传递过来的信息 在上大人对于十月份的分事 表达了某种程度的认可 正当范贤不停地猜度 是不是老人家 白头人送黑头人 真的已经心灰意冷的时候 老奸巨画的斯南白范贤 就被朝野上下任何人 都抢先看明白了这件事 背后的原因 宰上和东宫 又或者长公主 不知道什么原因有了隔阂 这个就是林药浦 在找新的投资方向 又或者正正是上府的政治重心 开始向二皇子转移的一个跡象 一前一后的两次暗策事件 就好像两道春雷那样 炸向了京都的天空 但是春雷过后 就没有雨水的愚窄 潜渐 这件事又都凋淡了 就是宰上大人 超乎双子深哲 变得有点心灰意冷 托病极少上朝 各位毙左的陈院长 也都没点上朝 就是常常在院子里面 偶然发出几道命令 想到这件事 范贤常常都会有点疑惑 为什么陈平平回京之后 没有召见自己 他这个时候还不知道 在跳奴之中 各位老闭佬 已经玩过偷窥 更加疑惑的就是 明明陈平平已经回京 悲戒又跑到哪里 无论如何 朝中的各方势力 在这一次短促 而有剧烈的交锋之后 付出了几条生命的代价 重新捉起了 有点脆弱的平衡 有些人接受了 不得不接受的改变 比如内父的掌握权 在几年之后就会逆手 开始寻找另外一条 保存自己和家族的道路 比如宰相 这些变化 对于范贤来说 无疑是极为之有利的 至少他不用过多 这么担心自己的人生安全 到了这个时候 他才被远向淡州的妈妈 写了一封信 告诉老人家听 自己在京都觉得很好 叫他不要太牵挂 春天之后就是夏天 虽然这句是句废话 但是对于千辛万苦 还要向京都站稳抬脚的范贤来说 他的生活里边 终于少了一些阴雨绵绵 多了一些明朗的晴天 一些幸福的日子 似乎开始那边向自己慢慢招手 夏天来呢 秋天的大婚日子 还会远吗 第三卷 蒼山说 第一百三十章 田庄 上 朝廷的赵书 早就已经发送到东夷城 但是东夷城 只是很谦卑地回了各书 奉上了大把的金银 但是就死都不认 自己和蒼山下边 蒼原之事有任何的关系 这个是用屁股都想到的应对方式 而孤守东夷城 建居的那一位大宗师 就保持着自己的骄傲 同时也不想为东夷城 四周围百万的市民 带来兵庸之灾 所以也只可以沉默 而北边的局势 就有点紧张 北齐搞乱庆国内政 是最正确作的事实 也不由得对方辩解 所以双方在边境上面 也只可以兵庸相见 被各自控制的那些小诸侯国之间 有一些小型的冲突发生 似乎一场战争就即将爆发 护云在庆国北面那里飘着 反而京都就是盛夏的时节 大家都自由自在 一片安乐 享受着城市所带来的平安和富庶 范贤就是其中一员 虽然那次牛栏街事件 最后也不算是自己出手了结 但是也算是对自己 对那些死去的人有一个交代 而在处理这件事的过程之中 他学习了很多东西 虽然自己走的每一步 其实都是依托着监察院的力量 不过就了解了很多监察院的办事流程 除了备戒老师当年讲的那些之外 多了很多最直接的认识 下日是很难捱的 范家和国家的官司 终于有了了断 在很多人的眼里 这件已经是一件小事 既然范贤已经成为了太上子协律郎 这样将来 自然就要娶公中那位公主的贵人 区区的国家 对公入边还变得那么多事 所以早就切了壮旨 范贤也都终于得到了 可以离京的许可 发生了这么恐怖的事件之后 范贤马上就敢出京 也可以说是一个很大胆的举动 不过如今他的身边 常常会跟着很多人保护自己 有范苦的救人 也都有监察院的人手 如今范贤就拥有了一个暗中的身份 监察院提示 除了王啟年之外 又从四处各路招揽了一些新面孔 补充到他的手下 这一天的清晨 趁着那些很毒辣的太阳都还没出来 范苦三位小主子就专入了马车 在护卫和啟年小组的保护之下 驶出了京都 来到了京都 不远的范族庄园 这一行并不是来避暑的 而是来拜祭 向墓里面早早就有护卫 拜好祭瓜果 香足祭品之类的 范閒沉默地看实 还是很新的那几块墓碑 心里面的感受就很复杂 重生之后 一直深深念念的这一刻里面 竟然有点放忽 点着紫前 烧出来的烟很浓 范思赤早就顶不住 返回到马车上 而范玉玉就强忍着浓烟 半背着双眼 拉住庆长的手袖 他在墓前边 他知道 眼前场面向这里的三名家中的护卫 是为了哥哥而死 所以心里面也有一片感激 而且 他自小就接受 范閒书里面关于这方面的教育 所以他也不认为 制派下人是几不合规矩的事情 烟无之中 几名新来的护卫 一声都不出的强范閒的身后 不知道是不是被烟熏到绿亲 那几个大汉的眼里 有点有点红红的 望着少爷背景的眼神 就实实在在有点不一样 过了一会儿 一名护卫好心地劝道话 少爷 难得你过来看看这几位兄弟 心意到就可以了 这道烟大 是啊 你还是快点回到庄里面 范閒的眼皮也被烟分得很厉害 他笑着捉捉捉捉捉 听他的话翻翻上马车 车上的范斯切就在看最近一个月淡博书局的将册 看见他们两兄妹上来也都挪了一挪位置 忽然之间压低一把声 说到话 哦 大哥 这一招是不是收买人心啊 范閒的心情有点灰暗 微微一笑也都不理他 这么说 是无事 即使用手在他的头颗上边揷了一揷 揷乱了他的头发 然后他说到说 你呀 怎的都要相信 这个人世间 怎么都会有些事是真的 无情未必真浩极 范悠悠小声地接着说 莲子如何不丈夫 范嫌一些意外地望着妹妹一眼 你 范悠悠低头解释到说 阿哥前几天说过一次 我就记下了 发现妹妹如此用心充为 范嫌也很高兴 小声地说 K字呢 这个是一位姓周的人说的 范悠悠望了一眼 他说到说 呼 又换笔名了 石头记后编十几回 何时拿出来啊 范嫌这个时候 还没有精神说那些 但是听到笔名这两个字 心里边也一振 心想 自己常常解释是谁写的 确实是有点多余 于是就继续教训范思舍说到说 人心或者可以收买的 但是感情这家东西呢 是自然而成的 人如果没有了感情的话 这样就怪物了 生存在这个世界上 什么都不在乎 六亲不应 生死无情 就算是造成了神仙 那又有什么意思啊 范思舍拧着头 他反驳道说 你又不是神仙 怎么会知道神仙的感觉好不好啊 我不是神仙 是人 所以就知道 做人造成神仙那样 又不可以真是长生不老的 这个感觉肯定很差的 说到这里 忽然之间 范嫌就与了五足叔叔 心里边勇气了一股 强烈的不安和自责 他很担心五足叔叔 将来真的老了之后 真的会变成一个 不懂得说话的孤寡老人 只是五足叔叔 坚持这一刻夜之中 范嫌根本就没办法主动去找他 第131章 田庄 下 马车离开了族里边的墓地 沿着田间最阔的那条路 有点困难地向庄里边洗去 马车刚刚来到田庄外围的一个大扯波之下 早早就有庄里边的人前来迎接 这里不单单住着农民 还有凡事大族里边 那些比较寥土的家庭 在京都里边这么繁华的地方 蹲不下去 也都只可以来到郊区的农庄 只不过他们没有田 又放不下面 跟那些农民一样种地交租 斯南伯范健 虽然不是一个捨得花血本 来照顾那些穷亲戚的主子 但是也都不可以看着这些人饿死 所以目前这些泛士族人 就是帮泛府看一下农庄 打理一下这里的事务 每个月也都有一些进行养家 说起来也奇怪 范健始终都没有提及 叫范贤认祖归宗的事 范贤也都扮不记得 本来他的心里也都有一些疑惑 没有办法解释 只不过如今的京都 早就已经没有人将他范贤 当成私生子那样蔑视 而在范氏族中更加就知道 范族日后的富贵 恐怕就要靠这位 生得这么漂亮的大少爷 所以也都格外恭敬 接过一个长者 递过来的茶水 范贤一饮而尽 向死周围吹了下头 他就在护卫的带领之下 行到西边临边的小院里面 这里是藤子经的院子 一入院之后 他就发现藤子经早早就爬了起身 愧愧举举的站在院里面等 藤子经看着范贤 有点难为的说到 少爷 我是准备出来迎接的 但是后三二 当然就不让我出去 范贤也都不和他客气 扶着他进了堂屋 解释到说 哈 你就不要怪侯三二了 这个是我吩咐的 侯三二 是刚刚来到范贤 徽下的一个护卫 提前进来田庄这里打招呼 范贤看到藤子经 略显富泰的面 他问到说 最近着脚怎么样 藤子经也都哼哼一笑 哈 没有什么事了 已经移动了 再过几天就可以回京了 哦 如果是觉得在这里养伤不容易的话 干脆就回京都里养伤了 正在谈谈的时候 藤子经的老婆和女儿就进来拜见主人 范逸药在旁边发赏前 又拉着藤子经五岁大的女儿问了几句 然后就抱着小孩出去 把男人留在屋里面 范逸药依然在计数 就连藤子经和他请安 也都只是吾了一下 范贤有些无可奈何地望着这个弟弟一眼 听着藤子经在解释到说 之前在藤子里面蹲住 毕竟老婆和女儿都在这里 伤好了 自然就要回京为少爷效力 这两个人 如今也都算是一起经历过生死的人 所以说话也都直接了很多 范贤暗了一下头 他赞赏到说 哈 那就真是老婆小孩热皮窝了 你又挺懂得享受的 藤子经呵呵一笑到说 哈 如今天气热 皮窝再热的话 恐怕就会上火的 淡洲的天气其实很好 冬暖夏凉 所以也都没人用筐 入京之后 刚好也是春季 所以范贤就没机会睡个大筐 这个时候听到这样的说话 也都摸了一下身下边的筐 发现梁珍珍都挺舒服 他眼睛一转 想到了结婚之后 如果要在仓山住一排的话 似乎就要想办法 建造一个矿先 藤子经 哪里知道大少爷 一下子就想到十月之后的寒冬雪山 他说到说 少爷 稍后吃点水果才会回府呢 这个庄子里面也没什么好吃的 如果再丹葛时辰的话 回京太晚 恐怕进不了石 范贤笑着摆了摆一手 哈 来之前就和附身报备过了 今天我们三个就在这个庄子里面住一晚 明天才再回去 前几个月一直在京里面勞心勞神 难得有个机会出来清静一下 虽然说不敢住太久 但是一晚的话 你怎么都要招待一下我才行 藤子经这个时候才知道他准备过夜 趕快就把老婆叫进来 要他准备客房 热水之类的东西 钱庄的生活虽然不是很富裕 但胜在人多 一听说范府的大少爷 今晚要在这里过夜 十几房的中年夫人就忙了起床 没机内就准备妥当 范贤碰到藤子经的耳边说到说 跟我来的这些人 你安排近一些的地方住 藤子经望了一眼 一直很安静地站在范贤身后的黄启年 感觉到对方身上的气味 似乎跟腹里面的那些护卫不是很一样 他小小声地认了 范贤看到他的眼光 也小声地交代到说 他是黄启年 我现在在监察院里面有个兼职 不要跟其他人说 藤子经的神情就一想 再看范贤的眼光 就有少少的变化了 毕竟他怎么都想不到 当初自己一念之间 选择跟着的少爷 竟然入京才没几个月 就可以找到那个 连神鬼都怕的院子入面去 范贤又叫了黄启年 他介绍到说 这位就是我们第二次见面的时候 我曾经说过的藤子经 你们两个以后就多点熟络一下 他曾经救过我的命 藤子经听到这句话之后 他本来很黑的那块面上边 就浮出一层红色 马上拜手道话 少爷 你这样说的话就太重了 其实那天是少爷救了我的命才对 黄启年抱着抱手 笑了少也都没说些什么 他跟恒之经一样 对于目前的局面都很满意 不单止成功地回到监察院 关键是每个月的工资都涨了不少 院长大人还亲自接见过自己一次 自从很多年前转成文职之后 已经很久没有这样的待遇了 虽然范大人只是一个白粉的太尝使 协论郎 但是身上边就有一块提斯的腰牌 这个提斯 除了自己的小队之外 监察院里面恐怕只有那个路头 和木铁之道 其他人都不是很清楚 这种有些神秘感的小拳在压 令到他很舒服